我之前都會問說 你有住在我肚子裡面過嗎 一開始都說沒有 但後來他就說有 然後他就說在唱歌 我兒子也是說他在彈鋼琴 好可愛 很妙 因為我肚子裡還有塞鋼琴 像我們今天在公司坐電梯的時候 就看到有人推了一個嫩音出來 就說好可愛喔 他就想說 就是一個很混淆化的音盒 你回去問啦 而且你要在睡前 我問過很多次 洗澡的時候 他都跟我說他在肚子裡面才剛講 那你跟他說 那你現在就多問一個 你知道那個現在三歲 還是會有一點點記憶 你可以問他說 基本上你就是怎麼找到媽媽的 他都不講 我問過好幾次了 我有問 他就都有回答 所以他說他有在排隊嗎 你還可以問他說 那你現在有排隊的嗎 所以你還會有囉 有可能 我今天早上有問 是喔 我之前都會問說 你有住在我肚子裡面過嗎 什麼 一開始都說沒有 但後來他就說有 然後他就 就說在唱歌 我兒子也是說他在彈鋼琴 好可愛 很妙 我肚子裡還有塞鋼琴 到底是玩到什麼了啦 期待 我有問過他 我說你來媽媽肚子之前 你在幹嘛 你在幹嘛 對 他都不講 有些小孩不太愛講 靜寶我覺得 可能他是母羊座的 太過理智了 他不想跟我透露太多點擊 所以他就唬爛我 我說他在我們肚子裡面 彈鋼琴 所以你覺得他還是B.N 他真的很會唬爛 就是小孩 到底跟誰學的 大概是像媽媽吧 聽說兒子的大腦 跟媽媽有關對不對 但如果是生女人 就是爸爸加媽媽 是喔 難怪靜寶的靈魂 跟我比較像 他就是真的一個原來瘋耶 而且他不會害羞 而且他 是我感覺 非常感動 很可愛